对大部分人来说啊 刚刚过去的2020 这个不平凡的年份 可谓是度日如年 但实际上 过去的一年时间 比以往过的都要快 并且今年的时间将会更快 现在全世界的济世人员 都在讨论是否需要删除一秒钟 来说明这一变化 以致使时钟的速度 重新与地球自转保持一致 据英国每日电邮报报道 2020年7月19日 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短的一天 地球自转时间 比平常减少约1.4602毫秒 而在这之前 最短的一天出现在2005年 但在刚刚过去的12个月里 这一记录被打破了28次 平均来说 现在一天的时长比24小时 整整少了0.5毫秒 这是个很奇葩的现象 因此科学家认为 地球自转的不稳定性 在2020年正在急剧增加 看来2020年的确是很不寻常的一年 这种时间上的细微差别 只有通过原子中才能发现 但其有着广泛的影响 原子中一直以超高精度记录 每日时长 做地球自转速度继续加快 为了与地球时间保持同步 世界各地的失踪 可能都需要重新调整 比如在2016年的新年前夕 为了让地球自转跟得上时钟时间 世界各地失踪曾暂停一秒 据了解 全球变暖带来的冰雪融化 会导致地球自转加快 一些地球内部运动 也会造成地球自转不断变化 如大气 海洋 地壳等运动 行星都会自转 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我们的太阳系 大约在46亿年前诞生 由一团不停旋转的 炽热灰尘和气体形成 成形之际 所有行星保留原本的旋转态势 直到今日 仍然保留大部分的旋转力道 在地球的赤道区域 旋转时速超过1600公里每小时 需要注意的是 其实地球自转速度 一直在减慢而非加速 大约每十万年会慢上两秒 主要原因是因为 地球受到太阳和月球的潮汐力 潮汐力就像一个无形的刹车 会逐渐减慢地球的自转 理论上自转不会完全停止 最终会稳定在自转一周 需要一年的程度 也就是说 地球某一面始终对着太阳 这种情况 称为潮汐锁定 相信许多人一定会问 此次地球自转加快 会给我们人类带来哪些影响 在此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浏览这个视频至少浪费了你 180秒 时间就是这样一点点被浪费 赶紧去刷个小姐姐 压压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